很焦慮說 那台海會不會有發生戰爭 你要不要分享 你的觀察會不會有戰爭 學生一開口氣力提問 台海兩岸準備戰爭嗎 民進黨總統殘血人賴清德 幽默反問學生的提問 頓時讓學生怕說錯話 我... 我... 我好怕說錯話 25號晚上 賴清德到東海大學舉辦演講 開放學生對談 其中最近屏東明陽國際公司的 高爾夫球場工廠爆炸 導致四位效仿員訓職 也成了學生提問之一 賴清德表達難過心情 也說地方跟中央 應該檢討對於效仿員的 救災完整制度 而鬧得沸沸揚揚的進口雞蛋問題 賴清德也說 一切等到檢調單位查明白 如果有錯就坦然面對 除了回覆青年的提問之外 他也發表對青年政策的理念 其中包含大家最關心的青年租物補貼 新建25萬加包裝貸款25萬 增加直接租金補貼50萬 那就是100萬戶 面對青年的五花八門提問 賴清德手上沒有一張手稿 只希望透過順暢的對談 博取年輕人的心 華視新聞劉璇 許玉文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歡迎收看Youtube頻道